第十三篇,秦玉攻周,这篇不是很多,比较短 秦国呢,想要攻打西周 周最,周最是西周的公子 去告诉秦昭王说,为王之国记者 我呢,替您的国家考虑着想 不要进攻我们西周 攻打西周,实不足以立国 实质上没有什么好处 对于秦国来说,没有实质好处 而身为天下,却呢,给天下各诸侯国 有一种恐惧感,天下以身为秦 各诸侯国就会恐惧秦国 必东和于秦,必然向东边的齐国去联合齐国 兵疲于周,您的兵力疲惫了 因为攻打西周就会疲惫 而和天下于齐,又促使了各诸侯国 天下各诸侯去联合了齐国 则秦孤而不亡以 那么秦国就会被孤立 而不能领导天下了 亡以就是不能领导 是天下欲疲秦 这个读疲 各诸侯国呢,想要疲惫的秦国 因为他们其实希望秦国更加疲惫 所以他们就劝你来攻打西周 秦与天下俱疲 如果秦国和各诸侯国都兵力疲惫了 那么令不横行于周已 你的命令呢,就不能够在周的天下通行了 秦国打算进攻西周 周最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 便对秦王说 为君王的国家考虑 不能进攻西周 取得西周对秦没有什么实际利益 却会使天下感到恐惧 诸侯就必然向东与齐国联合 您的兵力因进攻西周而耗损 而又促使诸侯与齐国联合 那秦国就会处在孤立的地位 不能领导诸侯了 诸侯都希望秦国疲惫 才劝领进攻西周 如果秦被诸侯弄得疲惫不堪 自然不能向他们发号施令了 好,这就是秦与宫周 我们下一篇再见